中生代燃尾看2020選情 伍敦義 王津平 被消失 新北市前市長朱立倫 話講得很有自信 不過國民黨籍立委又怎麼想咧 中生代燃尾日前私下參叙 針對台北市長柯文哲可能參選 現場分成支持朱立倫和高雄市長韓國瑜兩派 挺韓派認為朱立倫因為當年換柱和初選制度受了不少傷 挺朱派則認為韓國瑜不管放在哪 都對國民黨有拉抬作用 但徵召選總統別說揚苗柱長 搞不好連高雄市都要再次變天 是不是藍尾的聲音朱立倫聽到了 所以就跑去拜訪韓國瑜囉 韓市長做什麼我支持他 我做什麼韓市長不支持我 謝謝 包含韓市長要去總部嗎 我剛剛已經講得清楚了 因為最重要目標我們一定要推出最強的 市長成為了充施政兵 我們努力的來希望將來能夠獲得市民的支持 獲得全民的支持 咦 好像忘了什麼人 啊 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和立法院前院長王金平 趕在王金平宣布參選前 吳敦義要找黨內這些太陽們齊聚替土地公慶生 呵呵 所以演員都要到齊囉 對有志向或者意願 有表達過的我一定會 會做適當的溝通 不管我是黨的主席 很單純的身份跟角色 必然要 就算萬一我參與登記 那我也應該邀請他們一起來商量 唯有緩解一次同心協力 我們才能夠爭取現實 政治中心 台北報導